欢迎收看关键时刻 我们今天谈的就是 美国要去处理台湾的问题 它第一个要处理的中国A2AD 也就是中国为了要阻止美国的持援 它是要用飞弹的保护攻击 它用飞弹的保护攻击 我让你航空母舰不能进来 航空母舰不能进来以后 台湾整个台海就是它的进来 就是它的囊中之物 它就建立它的空中跟水面的走廊 大批的部队进来以后 直接探囊取物把台湾给吃下来 而美军为了这样的一个战略 它反过来 我就开始搞什么 我就开始搞滨海作战团 滨海作战团就是我在我的第一岛链 我在我的第一岛链里面刚刚讲到 我现在这些地方包括了冲绳 包括了这些佐世宝 包括了韩国 全部干嘛 我大量的放油库 放弹库 药库 也就是美军的装备 我就提前放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我如果真的要持援这个地方 我不用航空母舰这么大兵团的过来 我只要快速的甚至透过飞机 我直接把我的部队送来以后 我马上可以进入了一个作战状态 但没有想到 这个滨海作战团 以前只有在日本 只有在菲律宾 现在在哪里 现在台湾也被纳进去 下一个说法就是 美军现在也要把前援基地 纳入了台湾 现在美军也要在台湾 放置它的油库 弹库 甚至它的重要武器的装备 我们常常讲 美军的重要装备在哪里 美军就会来哪里 难道现在台湾跟美国的关系 已经不是美军被 现在美军进到台湾的几率 可能会越来越大了吗 好 在这段影片 前台大感染科医师林士币 也加入我们的讨论 葵徐你好 大家好 我们之前讲到 太平洋司令已经讲到 现在中国的飞机 它的空军不足为惧 连你的歼20 现在碰到我的F-35 碰到我的F-22 你完全地不堪一席 那现在不是讲到这个 我们之前讲到 它现在在这个地方 建筑很多前援基地 讲什么石原岛 宫古岛 我做了很多的油库 很多的弹药库 这个地方来了以后 就等于说是美军来了以后 我不用带弹 油不用加满 我来了以后 马上就有武器可以让我使用 我马上就可以进入进攻状态 就我现在讲法是 台湾都是前援基地了 而且现在美国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它就是集中所有力量要对抗中国 特别是如果中国要开战 所谓台海的这个战争之外 我们就讲讲 事实际上美国已经设了非常多想定 包括滨海作弹端远征前进基地 一大堆的想定 可能问题来了 万一这个面临到中国的饱和攻击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给这些基地 给这些人员足够的后勤资源 在哪里 那事实上为什么美国一直非常担心 事实上美国之前就一直讲 台湾这个地方不像是乌克兰 乌克兰是个大地 我们的资源非常方便 但是台湾是个岛屿 这边地方都是岛屿 岛屿的时候 我怎么样把这些所谓物资 送到你这个地方 就是非常大问题 所以美国现在想好了一个战略 OK 我就把这些战略 我把物资 我就放在这些岛屿上面 所以我就到了 我就可以用 到了我就可以用 所以你看事实上 现在美国什么想定 第一个 现在这个日本已经说了 冰田经营就说 我们未来在西南诸岛 还有九州这个地方 要放大量的弹药库 油弹库 这些都要这样 那你要说是for 这个美国日军使用 当然大家都知道 是要给美军使用的 好除了这个之外 现在美国还跟 这几天拜登建了这个小马可寺 这个小马可寺 他们说什么 他们说说 未来万一开战的时候 请你们的这个菲律宾的基地 可以让我们美军使用 那菲律宾的原则上 也同意了 另外一个 韩国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驻海美军已经说 我们现在已经在眼里说 万一台海开战的时候 我们要有相对应的政策 紧急备员方案 都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看 美国已经在这边 安排了非常多的 这个弹药库有弹药库 作战机会有作战机会 但是就独却台湾 空一个台湾 OK 所以你看这几天的时候 美国议员就推出一个叫 加速军备转让台湾法案 也就是说 这个法案一通过之后呢 未来美军呢 可以直接把这个所谓装备 就放在台湾 所以也就是说 未来美军只要一到前线来的话 每一个地方都有美军的这个设备 每一个地方都有美军的装备 要跟你中国对抗的话 速度可以加快跟加慢 所以说这个根本就是 台湾政策法的二部曲吗 台湾政策法里面 第一个是 我给你钱 给你45亿美金 大家想你干嘛要给我45亿美金 现在讲得更白了 加速军备转让台湾法 就是我这个 搞不好我是把很多的军备 放到这里储存了 为什么要定这个法 因为事实上台湾政策法 是太多签证的外交 是一大堆 他这个直接就军备 因为军备目前为止来说 对美国最紧急 所以他就于是要做这样一件事 而且这是有 这是由美国的众议员的两党 民主共和党就要推出来 希望能够尽快地让他推出来 那事实上你就知道 这话讲得很白耶 对那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印太地区增加其独断的这个作为 台湾正在其领土野心的正中央 法条的这个就只是这样讲 所以他们就说 包括这次提案有主要两个人 一个叫这个夏博特 另外这个谢曼 你看一个是民主党 一个是共和党 两个人都说 而且目前这个法案 在这个整个众议院 似乎是非常多愿意在同意 所以他事实上现在整个 你看他声明有几个重要要点 第一个台湾有资格优先取得 美国多余的这个防卫物资 然后要求美国国防部长运用 特别防卫采购资金 加速台湾的武器采购 还有授权国防部在台湾设置一个 战备 战备储备的这个库存 战备储备 是美国的战备储备库存 对所以你就知道 事实上这个法案下去之后 包姐我告诉你 中国会不会跳脚 他一定跳脚 你这个法案过了 等于是你美军要在台湾驻军的 一个意思了 你卖武器他都已经跳脚 对 你现在不再卖武器 你还把武器放到台湾 对 这武器是美军的 对 那你武器放到台湾 那不就美军要来了吗 对而且他 他这里面来说 我们要 你要法案要通过 对他这里面来说 我要 这个法案通过之后 他准备要修一些法 这个修一些法是什么 他们有一个叫外国援助法 对 根据美国的外国援助法是说 我可以把美军基地 美军的这个物资放在什么地方 一个是我的北约盟国 NATO的北约盟国 第二个是非北约的盟国都可以 另外一个就是菲律宾 他这次把这里面来说 给菲律宾 他还给菲律宾以及台湾 把台湾加进去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叫使用特别基金的这个采购 就是说我可以直接给你钱 直接给你钱来说的话 你看 直接给你钱 你看他把这个修改之后 原本是只有泰国可以 然后后来再加上台湾 就是在台湾设立这个战备 武器固存 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现在 如果这个法案过了之后 要库存有库存 然后要这个装备有装备 就是美国要加速对台湾的 整个武装的布局的这个状况 所以这是两步走的东西 第一步走是 我美国可以提供你台湾的 等下直接把武器直接给你 你不要给我买 我直接武器就给你 那我直接不但直接武器给你 那我再打你还没打仗啊 还没打仗是在台湾设立一个武器库存库 美军放在这边 你随时可以用 另外还有加速采购 加速采购是什么呢 美军可以优先 譬如说你 他认为说你这两年用得到了 你台湾的这个所谓预算太慢 我就直接先拨给你 你以后再还我钱 你还没有还 对 就像我们要海马之火 但海马之火真的很贵 我还来不及边预算的时候 他可以先送过来 对他说这个可以缩短时间两年 所以你说美国现在对台湾武装 到底是有多挤的一个状况 还不止这样挤 你看这几天的时候有一个消息 就日本说 我们现在准备要发展这个长城导弹 这个冰田金义跟这个奥斯丁两个这样讲 就奥斯丁说OK 好你可以发展 后来日本民间就说 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发展长城导弹 为什么 他说要对抗中国 但是根据日本的这个政策 研究大学院的这个副教授的这个倒下 他说什么 他说他这个日本发展长城的导弹的 最重要目标是台湾的防御 因为中国不太可能直接入侵日本 因为为什么 你看中国跟日本隔这么远 可是他渡海打台湾都很难 他怎么可能去打日本 所以他跟日本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非常低 所以他认为说 那我们的长城飞弹就是为什么 如果万一攻击台湾的时候 我们可能日本就要攻击中国 也就是这样的意思 A岛B射 对 就从台湾然后从日本射 对所以你知道事实上 现在就是要协防台湾的意思 用这个长城火炮 长城的导弹 要压制中国 所以它事实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形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就讲 马可市 菲律宾也非常重要 为什么 因为菲律宾过去一段时间有苏比克的空军基地 一大堆这个美军的这个基地 就那前一阵子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小马可市其实呢 他跟中国关系是不错的 所以很多人就说 你好像会导向这个 这个中国这边 但这几天的时候 拜登跟这个马可市见面 保持人知道 马可市现在还是 美国联邦夏威夷州的通缉犯 他现在是通缉犯 对 但是他跟他见面 跟他见面说什么 OK 他们两人承诺是要加强两国的盟友关系 然后应对所谓南海的航行 还有飞越自由的支持 行为的支持 然后回应中国在南海的挑衅动作 讲这么白 所以你知道 是回应中国在南海的挑衅行为 对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 菲律宾现在也愿意给美军基 这个相关的这个支持 那这一次的这个 主要最早讲的是谁 主要最早讲的是菲律宾驻美国大使 菲律宾驻美国大使 是小马可市的亲戚 他就说OK 开战的时候 我们美飞是军事同盟 所以我们这个空军基 都可以让你用 所以事实上现在美国在 你看在台湾的南边 在台湾的这个 包括冲绳的日本这边 还有在韩国这边 都有美军的基地 那你根本讲 这边还有个官岛 所以等于是 他们用层层的军事部署 要巩固台湾的这个 万一被打的时候 我要怎么样来支援你 而且美军在这个时候 还不断地秀肌肉 秀肌肉刚刚讲的 我就是威吓中国 我们讲讲天不讲吗 过去你要把一个 所谓的战舰 或者船舰给打掉 你要从空中 水面水下 狂轰烂极 你才可以把它给炸掉 可是这个我就展示 我F-15上面的一枚飞弹 我就可以把龙骨炸弹 龙骨炸弹拿这么简单 你外面有这么多的钢板 我要穿透 而且我要精准打击 结果现在更妙的是 我现在连这个飞弹的3D造型 我怎么打 我都告诉你了 而且事实上这几天 我们就讲嘛 他们有一个所谓的 快速集成联合作战能力的 这个验证里面 他们用所谓的联合直接攻击 JDAM的这个飞弹 直接用打你的龙骨之后 把你打掉 好那事实上这个飞弹呢 新起来不是在这个飞弹 这个威力多大 而是在飞弹的制造 非常有意思 反正它展示了一个这个 这就是飞弹的这个导弹头 在这个地方 导弹头 这导弹头是什么 它是用3D列印的 也就是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 美国为了 我们刚才就讲 美军早就知道 未来在台海发生作战的时候 或是在亚洲 西太平洋发生作战的时候 美军的后勤补给 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如果我再从美国 把这个导弹的导弹头送过来 来不及我直接在这边列印就好 所以就是美国为了要快速 在这个地方跟你作战的时候 而且万一保险上 陷入长期僵持的时候怎么办 我直接在这边生产就好嘛 所以就是美国 它现在的想定就在这个地方 除了这个之外 美国现在想办法 你看KCE30 过去是这个加油机啊 问题是美国也 现在好能够攻击的 我都不要放过 它现在在KCE30上面 它也放装上地狱火飞弹 可以装地狱火 你看我未来 打仗打到最后的时候 搞不好这个地狱火飞弹 是发挥最重要的角色 我这个KCE30 照样还是可以 载这个地狱火飞弹过来 以前我们知道 这种运输机 你旁边一定要了解 一定要有战斗机来护好 现在我自己都有战斗能力了 对 所以那事实上 今天美国的想定 真的非常多 还有另外一个 你看这美国还用了一个 这个通用原子 通用原子 它其实MQ-9的这个制造商 它这几天发表了一个 叫Combay的系列的无人机 那这到底要做什么呢 包姐 它实际上很有意思 它是跟我们 这个所谓手机 或是特斯拉的一样 它就是说我们有个公版 公版在这个中间 中间的这个公版 在这个地方 你看公版 公版就是它的核心部位 在这样 但是我们如果到前线的时候 我们可以按照 我们不同的作战能力 有不同的这个外壳 可以把它装上去 它可以随意排列组合 对 没错 你看这个 这就是所谓 你看装上去的时候 这是可以负责 侦查能力的这个战斗机 那另外一个 这个是提供火力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改造成这个样子 另外这是如果 很复杂的时候 你要这个所谓 跟这个飞机一起来作战的时候 就把它弄成这个样子 另外这是什么 把它弄个B2轰炸机 很像的样子 隐形轰炸的样子 所以它可以 因应这个不同的战法的时候 会有不同的这个装备 那为什么它这样做 其实也很简单 我到时候美军真的要作战 我只要把这个核心载台运过来 运过来的时候 我可以因应当时的作战战场的时候 我就快速把它改装成 我需要的无人机 所以你看这个 这个作战能力是为了什么 你看得很清楚 其实它也是为了台湾的 作战的所需 所以要对付的是中国 当然是中国 中国有庞大作战能力 我要怎么跟你对战的时候 我要用最势最快的方法对战你 所以当然是让美国的很多想定 你看得到就觉得说 我觉得有一点感觉是好像 皇上不及及时太监 台湾没有很在意 但是你看美国 显然是比台湾更加焦虑 但瑞德 你说台湾现在也逼着 像刚刚讲的 金门 马祖和彭湖 现在都已经火炮试试 而且这我们讲的 美军在搞前沿基地 那我们几年前曾经谈过 当时还觉得是空中楼阁 没有想到它现在一个一个的实践 现在不是只有说 我在冲绳 在那个所谓的工股 这些地方 我设立这个所谓的油库 弹库 美军来的时候 随时可以使用 真的在台湾 它也要设军备吗 而且第一个 我可以主动提供你军备 第二个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 设一个军备火药库 我请问宝洁 那么这次的这个参议院 美国参议院所通过的 台湾政策法里面有一条 把65亿的这个美元相关的 其实用租借讲难听一点 就是all end给你台湾嘛 那请问我们台湾缺钱买武器吗 没有 不缺 所以最主要的不是钱 而是因为在这个台湾政策法里面 讲是讲他们可以军援我们 但是它就是可以便宜行事 直接把相关的军备 直接就给台湾了 有点像租借法案那个概念嘛 那么首当其冲是什么 就这个意思 你可能买武器 你要编预算 编预算你还有你的行政流程 我可以跳过你的行政流程 首当其冲 那么如果这个法案一过的话 四艘神盾舰 提抗罗德罗加号的神盾舰 立刻就用这个法案过来了嘛 马上就播交给台湾嘛 这就是台湾政策法 它的真正的精神所在嘛 那现在美国的众议院呢 有两个议员直接提出所谓的 加速军备转让台湾法 那又是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嘛 这次俄罗斯不是入侵乌克兰吗 美国到现在战争打了半年了 你知道单单美国所提供的155榴弹炮 已经超过80万枚了 各位要知道 你知道那个155榴弹炮是很大一颗 对 155榴弹炮 单单要把这个80万枚 那么运进去这个乌克兰里面 就是一个很大的公式嘛 我请问你 如果万一中共打台湾的话 会不会有机会 让美国跟欧洲这些国家 把这个80万枚的155榴弹炮 把这300万枚的弹药跟火箭弹 用空运跟海运的方式 运进来给台湾 不可能嘛 因为中共会封锁 今天包括美国第七舰队 这个司令都承认嘛 中共确实有能力封锁整个台湾海峡嘛 因为他用空军 或者是用军舰 潜舰 对 他用潜舰 他用航空母舰战斗群 他绝对有本事封锁台湾海峡嘛 那封锁了以后 我请问你 你怎么把它运进来 所以那怎么办 很简单 我就提供 我就想办法 我在外国还没有进来之前 那我就先把这些弹药 全部放到台湾 先种进来 对 其实我们台湾已经在做了 台湾自己 我们现在从明年开始 为什么要从明年 因为很多那个弹药库 都已经废弃了嘛 弹药库要全部重新 这个等级 现在都在做 难怪很多苗栗的弹药库 全会重新启用 对 没错 那全部都在做 然后呢 等明年要多少 多以现在的战备存量 三倍到五倍 当然我们台湾哦 子弹 炮弹 跟火箭弹 跟飞弹不要讲 飞弹现在一个一年 大概以五百枚以上 陆海空 各式各样的飞弹 我们自己做的 五百枚以上 拼命在赶攻 拼命在赶攻 那么刚刚讲的 子弹 炮弹 那个等于说 火箭弹 非常重要嘛 所以我们拼命做 那么美国提 这个法案就是 以美国现有的武器 有多余的 就先运给台湾 那对我们来讲 鲁府天翼啊 你知道我们的海军 他把台湾先当仓库来放 你知道我们的海军 其实一口气 已经跟美国买了 九年的炮弹 真的假的 我们已经下了订单 所以为什么呢 大家都想到 万一以这次乌克兰为例嘛 无人机很重要 还有炮弹的消耗很重要 对 一天单单 俄罗斯听说 就打掉了 两万发跟三万发 各位 两万发跟三万发 那个概念是非常可怕的 那炮弹消耗量 消耗到 不是后来被迫说 要跟北韩调吗 北韩今天还否认说 没有跟我们调 这是美国放的假资料 那我问你嘛 那俄罗斯这些炮弹哪来啊 他一直打一直打 俄罗斯炮弹哪来啊 难怪 我在澎湖的战车营 一年不过打一次 结果现在每一年 每个月 而且是真的 病病蹦蹦地打 而且现在澎湖啊 那么现在变更了 这个所谓的 那么镇江操演 什么叫镇江操演 又很简单 以前澎湖啊 每两个月呢 打一次 然后呢 在金门跟马祖呢 每三个月一进 打一次 这个所谓实弹射击啊 现在澎湖呢 每个月打一次 镇江操演 包括M60A3的这个坦克呢 包括155公里 跟105 105公里的这个榴弹炮 122栋的这个破极炮 这些全部都拿出来 武林机枪 全部都拿出来打 为什么 我跟你讲 这个所谓的炮弹 炮击射击没有什么要力 多打就对了嘛 你如果常常适应 这个环境的习惯 你常常打 常常打 我跟你讲 什么叫狙击手 一直打 一直打 打到后来就是狙击手 就是省准了嘛 这个射击完有多麻烦 射击完以后 我这个要把这个糖给清干净 我那个等于说要把 每个糖线也要弄得干净 那我要把它整个拆线 很麻烦的呢 而且它比较特别的是 那么在澎湖 或是金门马祖的 这个所谓的镇江操演 它不是像过去一样 我们就禁止的 对这个摊岸尖敌 对不对 对海上打 不是这样子 它分净对净 就是刚刚讲的 在这个岸上净对净 还有动对净 什么意思 你要运作嘛 你要动嘛 动的情况下打 比禁止的情况下打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嘛 那这次就要训练 有点像实战经验的 这个意思嘛 那事实上就在最近 我们比较没有再谈 没有再注意 我们的这个所谓 雷霆2千 七十公里跟一百公里 悄悄地在台湾的 这个东南角呢 其实有在炮火撕射 因为雷霆2 因为我们的天空飞弹 现在已经在澎湖 跟东影部署 未来会连金门马祖 都有天空飞弹 可是我们雷霆2千呢 已经部署在 金门马祖跟澎湖 这个地方 雷霆2千 那个多管火箭炮 所以如果雷霆2千 你想想看哦 它的射程 一般来讲是 四十五公里呢 到七十公里 它部署 它为什么要部署雷霆2千 因为很简单嘛 你如果要登陆的情形之下呢 我雷霆2千像弹物一样 会有那个火箭弹 就整个扫出去的话呢 你要登陆的人 就没有先死个 这个几千人 也有几百个人嘛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这一次呢 那么这个演习非常重要 而我们必须预存弹药 你看美军已经跟日本 在这个所谓的琉球群岛 这些岛里面呢 那么也跟我们一样 要存大概三年 以上的相当的弹药嘛 大家所有的一切 包括飞弹的增加 12式的飞弹 日本呢 12式的飞弹 要在宫古岛这些地方 大概射程增加到 一千公里 然后到一千两百多枚 全部都跟台湾一起搭配 美国 日本 台湾 大家储存弹药 大家发展飞弹 大家增加射程 所有一切全部锁定 老共位于哪一天 你要攻打台湾的话 三个国家一起对付你 所以 听伯 这个美国对于整个部署 对付中国 这是一环扣一环 我们得讲 它改变了策略 我要所谓的滨海作战团 我要前沿基地 现在真的把武器送来 武器送来以后 它连台湾也要放 台湾放了以后 你要逼着台湾 你要给我多买火炮 多买火炮之后 我在澎湾当民 不知道几百年才看到 一只火炮试射 他现在每天给你火炮试射 对 今天澎湾把所有的库存 全部都拿出来 火炮试射 因为 没关系 你打掉之后 以后我们还要生产新的 来进入到仓库 所以当地的阿佩哥 这个人要想什么 我逼着你吃 我逼着你买 那你不敢消耗掉 你连存放的仓库都没有 所以看得出来 美国对澎湾是非常重视的 很重要 我跟很多外国的一些 驻台的一些单位 接触的时候 他们都第一句话先问 盆湖的房屋怎么样 盆湖到底怎么样 所以其实他们非常重视盆湖 为什么 你们环顾历史 从这个以前 明朝当时 要把荷兰打到台湾来的时候 先就是打盆湖 然后接下来 郑成功也是取盆湖 然后接下来 施兰取盆湖 然后接下来 你可以看到 在孤靶 也就是说当时 中法战争的时候 也是取盆湖 然后蒋武战争的时候 日本南下先取盆湖 还没牵马官条 先取盆湖 接下来到了1895年的时候 甲午战争 就是取盆湖 所以看到盆湖的重要性 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认为说 我拿了 比如说 中国拿了金门马祖之后 可能大家觉得 没关系 反正送给他 金门马祖就是他的 这个概念就会有 反正我也守不了 对 反正守不了 而且就在他的内水里面 但是盆湖不一样 盆湖拿到之后 距离台湾是最近的 而且他对台湾的心理震慑 非常非常有用 所以很多人说 那直接打台湾就好 为什么要打盆湖 那即使打盆湖 打台湾的效果 以及所谓的 那个荣誉度 是不一样的 你拿下盆湖 你的前进指挥所就有了 你随之可进可说 而且你到嘉义很快的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老美 美军他在这里的部署 绝对不是只有台湾而已 他有前进到盆湖 记不记得 以前我们的盆湖 还有海报部队 有派到盆湖 跟盆湖进行联合演续 还有今年的5月10号 孙小雅特别跑到盆湖去 这是十年来 AIT的处长 第一次跑到盆湖去 而且去盆湖 不是去拜拜而已 去盆湖 去司令部 去视察 去盆湖 跑去司令部 就让一个美国AIT的处长 跑到盆湖 去视察 代表什么意思 美国已经注意到 这里是有一个漏洞了 而且拿东沙来讲的话 这是涉及到巴士海峡 但是拿盆湖 涉及到所谓的 台湾海峡的安全稳定 而且中共来讲的话 它可能会往前推 所以对美国来讲的话 反倒是盆湖 在它的所有的 跳岛战略当中 变成更加前远的 一个地点了 它是重中之重 对 所以变成说 未来说不定的 真的盆湖会有什么 海马斯多关火箭 或是C13洞 在那边进行 这个海马斯的相关演续 也不无其怪了 为什么 盆湖一功难守 因为盆湖其实没有高山 盆湖没有高山的状况下 它其实非常适合什么 它非常适合坦克大决战 所以现在我现在 我们的掩体全部做好了 我们的火炮设计是很强的 是 所以中共来讲的话 绝对有作战计划是取盆湖 然后进一步取台湾 那台湾的话可能不用取的 用政治威吓 用喊架的方式来处理 要求台湾是不是 你要盆湖吗 不然你就不要打 要么是你再给我投降 投降的话 所以现在盆湖的火炮设计 这么认真 所以对盆湖来讲 现在盆湖的火炮设计 所以看到把所有的火炮 拿出来也是 那当然除了最近来讲 无人机干扰是有关系之外 当然借由这个场合来讲的话 让所有的在驻地的阿兵哥们 了解到整个火炮的 演练的一个相关的 习惯的一个程序 你说皮绷井 对 皮绷井 然后来准备接战 而且大家知道说 可能这个第一个 点燃战火的地方 说不定就在盆湖群岛这个地方 好 刚刚讲伟害 现在中国跟美国 这个战争引擎是一个 非常全面性的 这个全面性里面 刚刚讲到火炮 美国去研究火炮 甚至它的第一个核弹的试验所 就是洛斯阿拉莫斯 就没有想到现在美国在统计 美国在调查 美国的洛斯阿拉莫斯 现在居然被中共渗透了 法机会你知道原子弹 是谁发明的吗 1942年开始有一个曼哈顿计划 它开始实际以后 它在什么地方研发的 地铁不知道 叫做Sidewide 就是一个wide地铁 没有人知道 现在知道了 这个地铁就是Los Alamos 就是这个Los Alamos研究室 在1943年开始启动 为什么说 现在大家关心里面 到底哪些中国人在里面工作过 因为过去有很多中国的科学家 他们都有精英的头脑 那他们在这个核武研究室里面 他也已经在里面很久了 我就讲一个人 我先跟大家看一下一个人 这个人 他现在是中国的这个南方科技大学 先上天我们讲西北工艺大学 中国道路有七个大学 专门在做核武 这个还不是 就是军武方面航天的 这个是南方科技大学 这两年会串起来 很快就被美国给注意到了 他叫陈十一 这个陈十一在1990年的时候 32年前他就去Los Alamos 他是顶级的金头脑 非常厉害的科学家 结果他在美国待了一阵子以后 他回过中国道路了 他回去之后 他就在这个深圳所完全提供资金的 南方科技大学那边当校长 那他是什么专业呢 他基本上他有飞弹专业 他是一个飞弹专家 可是宝杰克 光是他还没有打起 整个南方科技大学当中 副校长是谁叫赵宇生 这个副校长呢 他就是炸弹专家 他可以研发超厚的穿透弹头 现在很多的碉堡什么 你根本打不过去 可是他研发的炸弹 飞弹可以打过去 他可以打钻地弹 对所以呢 你看哦 飞弹专家还有这个穿透弹专家 再加上他里面还有这个流利学专家 他做什么 何过于他做这种潜艇 是完全安静的 你都不会被发现的 那这一些军武专家 他们现在全部都回到中国大陆去了 宝杰克 他们回到中国大陆去做什么呢 美国今天非常紧张 这些在美国专业研究室的科学家 他们回到中国去了 那为什么回到中国去呢 这跟川普也有关 宝杰克 你看哦 这是今年2月的时候 在华府的美国科学家走上街头 你看他写什么 我是科学家 我不是间谍 他们在抗议 因为川普有一个China Initiative 就是中国行动执行 他要把这些来美国的科学家 赶回中国去 这是川普当时执行的 对 然后起诉了很多的中国籍的科学家 可是他们有些人 都已经规划成美国国籍了 但是我要跟宝杰克讲 这个计划呢 在今年已经被终止了 因为拜登讲说 有过半的中国科学家 他根本就没有被起诉 但是呢 你却害了什么 去年2020年 有1400个中国大陆的科学家 回到中国大陆去了 因为疫情 也因为被美国敌视嘛 所以你看这些科学家 他们走上街头讲说 我们在美国研究 我们并没有想要回到中国 但是川普的动作呢 等同把他们赶回去 可是赶回去以后就麻烦了 因为中国大陆现在是美国最强劲的 那刚刚我随便讲 赶回去了 你把他赶回去了 你把他当成外人 他在这边奉献二三十年以后 他怀疑他是间谍 那所以美国对中国的科学家 是地坑四旁边 对对对 我把你留下来 也可能是间谍 可是我把你赶回去 我根本就把你送给敌人了 这就是问题了 因为确实有一些是间谍 可是你是有些 你错杀一些人以后 就会麻烦了 那刚刚所讲到的 刚才那些专家回去 要做什么呢 他做专地弹 我刚才讲了没有 那个专地专家 他可以穿透 他做超音速飞弹 我们觉得中国道 难怪他的超音速飞弹 做出来了 就是在过去这十年 回到中国大陆去 去过这个Los Alamos的 他知道几音速飞弹 怎么做 打到这个外太空城去 然后做无声的潜水艇 他会让美国的 他母舰更无法侦测 然后做很多的无人机 就是美国的这些军事机密 科学家们 回到中国大陆以后 会对美国造成 非常大的威胁 董事长 你之前非常早就讲说 对美国来讲 他要支援台湾 最可最头痛就是 飞弹饱和攻击 飞弹饱和攻击 我让我的航空母舰 不能接近 航空母舰不能接近 我的台海这个区域 变成了中国的禁卵 然后我开辟了水上通道 大批大批的船舰进来 可是美国开始 搞了冰海作战团 现在更夸张 我直接在台湾放火药库 台湾放火药库 我只要想办法 让我的军人进来 我就可以作战了 这一次从俄乌战争 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不是武器的问题 是弹药补给的问题 对 俄罗斯一天要打 在哈尔科夫战场上 在乌冬一天要发 五万发到七万发的炮弹 惊人的数字狂轰乱炸 轰到他们的兵工厂 没有办法生产出来东西 这来的大问题 那相对的 你看在乌方这边来讲 它大概十分之一 大概十分之一的炮弹的使用量 但是因为它精致 它是有制导能力很强 它精密打击能力很强 所以它的破坏力 就是现在米利讲的 有四百个高价值的据点 对吧 所以这是两边的对阵的这个 你就看一个是重值 一个是重量 所以战争形态已经改变了 所以再看回来台湾问题的时候 你就可以发现这个问题 最近的美国人态度非常激起 美国人从俄乌战场上证明的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就是说 他们非常有把握 而且掌握的俄罗斯的军备的科技的人力 对 每一个阶段的水平 甚至于取得了很多的样品回国 所以他们现在发言都很直接 对 都非常直接告训说 这二十不是对手 对 他非常知道 所以因此台湾的作战的时候 他已经讲了很就是从俄乌战场上看到最明显的案例 就是我必须要在这个基地上面 要有储存相当多的 弹药 可以做持久型作战的弹药 没错 那个弹药不是枪的不是子弹 那个弹药不是炮弹而已 炮弹不是普通的炮弹 对 精准打击 精密打击 精准打击 它要制造能力的炮弹 它也可能有某种程度的小型的飞弹 有某种程度的监射飞弹系统 那那个东西不是给台军用的 不是给我们的国军用的 那是给美军登陆的 他在这边 他就坐了华航班机 来了一下飞机 把车子低伏一换就干了 所以这个整个的概念上 以前跟以前不太一样 而且他摆明的 就是要把台湾武装化 这个台湾武装化 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事情 而最敏感的事情 就是让台湾本岛就变成了 牵制中国 从这个西太平洋出海的 第一个前沿的这个 前沿的据点 前沿的据点 所以他制造他这通通的提案 其实不是为了台湾来打仗 我们要讲清楚一点 是为了保卫台湾 大家不要误会了 他的目的就是 这把这个台湾这个航空母舰 就是牢牢地堵住你这个中共 有往这个南海跟太平洋这个作战的可能性 所以台湾是刺向中国心脏的一个匕首 当然是 非常清楚的 就卡死你了 然后他也知道说你会有什么反应 他也从 因为这个中共的武器 或是军事科技的主要来源 主师爷是谁吗 是俄罗斯嘛 所以他知道他整个系统到什么程度 虽然你自己本身 中共有从以色列 从欧洲 从各个不同的国家 有取得一些所谓的半导体 IC 比较精密的一些设备 但是那个有没有形成系统化 目前看起来是没有 没有系统化 你没有看过中共有做过一次 真正的他们火炮演习 有没有看过要做一次真正的系统 就是美国人最常做的 海空一体作战 航空母艦上面 就是军舰出来 然后空军出来 海军跟空军同步在演习作战 那类似这种中间的联系 卫星的功能 包括各种不同的 情报交换 情报交换 包括中间的数据链的交换 这些你有看中共做过吗 没有 没有嘛 我们看到最多的 台湾我看到最多的就是 我们的东南的空域里面 他一天 我今天飞了30架 飞了20架 飞了50架 飞来干什么 飞来干什么 不然只是有个目的 让他的飞行员 有过这个飞航的经验 熟悉这个空域而已 除此以外 一点意义都没有 而且消耗量非常大 让他的这个整个的 这个装备的消耗跟他的财务的消耗都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说 其实美国人非常清楚的知道说 我现在跟中共之间那个科技的代差还是非常的大 所以他们不断的在做一些比较有更具有企图心的 就旺盛企图心的来对付中共的一些的积极的作为 那他现在整个部署 他现在敢这么大声 是他准备好了吗 这个美军每天准备打仗 你不要怀疑他的作战能力 美军是天天想打仗 天天能够打仗 但是中共的部队已经花了多少钱 几千亿下去了 美军 花了几千亿美金 他打过一场仗没有 他在印度也是丢石头而已 他没有真正打过一次石兵的作战 他没有大型作战的经验 所以他那个基础是有问题的 那美军是天天打 所以这个作战的人力 你不用怀疑他 然后他的所有演练的东西 我认为他有把握 而且我最近看了一点奇怪的事情 我们所有的消息 讯息看出来都是说 美国的空军在不对亚洲不断的发言 对 是美国空军发言 奇怪了 那美国空军 那中共不是有A2AD吗 那表示他的A2AD 是不是已经没有办法能够恐吓 能够制止美国航空母舰了 因为我们的台湾 我的好朋友书记秘书长 这个前国安会秘书长 一直讲说中共的A2AD非常厉害 会让 飞机进不来 航空进不来 会让美国航空母舰 离不了冲绳 离不了日本的母港 港口都出不来 现在好像看起来这个问题好像不存在 突然间一夜之间 中共的西太平洋的防卫不见了 没有人讨论了 而且美军天天讲 我F35来 我怎么样怎么样 一大堆 就是推陈出新 不断地有新的战术跑出来 这是非常奇怪的变化 那我觉得这中间 就是我们外行嘛 背后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故事 就是说其实他把中共的这个所谓的系统性作战 跟科技能力已经摸得非常透彻 就在美日军演如火如荼展开的时候 太平洋第一岛链有人选边站了吗 也就是南韩 他们选在韩中建交30周年的时候 已经宣布了要跟中国一起发展战略伙伴关系 那么这对于美国在整个印太的布局又会有哪些影响呢 好 我们又有新的来宾加入我们 首先的是胸叉内科医师何建辉 师兄好 大家好 还有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大家好 好 所以是从在美日军演这样子一个气氛之下 难道出现了一个不可靠的盟友吗 没错 事实上美日最近在这个菲律宾海进行这个军演 包括说像美国跟日本呢 同意要达成所谓的这个经济版的2加2 看起来的话美日是铁板一块 那未来可能也会把台湾加进在这里面 那这时候当然对中国形成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这个中国呢 他要塞狼 塞狼一个国家要倒到我这边 这个就是过去是被美 也是美国的这个鉴定盟友之一的南韩 那特别是因为这次的文在寅 他本来就是一个比较亲中 或是说他比较亲北航这样一个领导人 所以在称他应该是快要下台之际 这时候赶快中国要想办法把他拉过来 如果把他拉过来的话 对整个东北亚的这个局势来说 当然对中国的压力是比较轻 所以这是中国目前的真的要完全的塞狼 那这个当然对南韩来说会形成一个巨大压力 因为之前我们才讲到说南韩曾经有说 他们现在站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 那你到底要选择中国还是选择美国 如果从文在寅的动作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 他可能是选择了在中国的这一边 可是之前南韩不是都没有表态吗 他也不会说我跟中国特别友好 甚至跟美国也是保持着这个君子之交 为什么这次他选择发表这样子一个战略活标关系 对主要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急了 他一定要想办法把韩国拉过来 所以你看他在这个文在寅他刚好是1月24号的时候 是他七十大搜 那七十大搜的时候生日当然他就发出了一个贺电 虽然这是韩联社的这个发电 这个新闻稿是谁 习近平治韩祝贺这个文在寅70岁的这个生日 那讲到里面来说的话 两国首脑要在这个中韩 韩国跟中国建交30周年的时候 要发展所谓进一步发展 韩中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 这就选边站了 对啊你跟美国没有这个达成这个战略伙伴 你反而跟这个中国战略伙伴这个绝对是美国不能够接受 现在美国是一种肩壁亲眼的态度 你只能够选择我美国这边 如果你不是选择美国这边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我会跟你打对边 我就是要反中啊 所以你看那但是问题是你这样的态度 显然是你要跟中国再进行一个相对的这个合作的态度 那你看第一个时间他的贺电出来之后 清华台也在马上就公布说 我们这个大统领啊 这个文在寅果然收到了习近平的贺文 这是1月24号今天热腾腾出来的 没错那除了这个之外他们还说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1月24号他们这个拍赫电之后 有传言说这个礼拜五就是1月28号 搞不好文在寅跟习近平就要做一个视讯的这个会面 这么快 所以你看这个他们两个视讯会面 那你会觉得说跟前几天的美国跟日本的视讯会面 那不是一样吗 所以摆明说你韩国现在要选择站在这个中国这一边嘛 好了我们讲事实上我觉得韩国这次的操作 显然是有点铁了心的感觉 为什么是铁了心的感觉 我们知道美日同盟里面来说日本是非常重要嘛 日本是美国坚定盟友啊 所以过去那段时间日本跟韩国处得很不愉快 但是美国都想办法调停他们两个 就说你们不要闹了啊 这个之前安倍跟文在寅很不爽的时候 这个其实川普都有出面协调过 但是你知道现在文在寅自己出招 他摆明就是不要跟日本修好 为什么不要跟日本修好 你看这是日本的独卖新闻的一个报导 其实已经变得是日本现在最热腾腾全国点阅率第一的消息 为什么点阅率第一你看 因为我们知道每一年的新年的时候 这个文在寅都会送一个礼盒 送给在住在韩国的所有的大使馆跟他相关的工作人员 就没想到他今年选的是这个礼品 送礼盒不是表达友好吗 对 为什么铁了心 但是送这个礼品大家看的时候完全傻眼 里面来说当然有这个日本的韩国的酒 还有特色的这个饮品 然后他里面就写说在任期的最后一年 那步步为营继续完成国政 还有祈求这个身体健康平安 就这样主要问题是产品不是问题 但是在于他的包装有很大的问题 包装什么问题 他的包装就是我们知道 日本跟这个韩国有所谓的领土争议 那日本那个所谓的岛的这个 韩国叫做独岛 那日本叫做主岛 结果他们他居然就把这个岛 这个就是所谓的他们的争议 你看就是他们有争议岛屿的这个形状 这不就是日本韩国最大的心结吗 对结果你看他把它放在韩国送给外交使节 你看这是不是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图案出来之后 日本人完全炸锅 摆明了你就是要这样挑衅嘛 就那现在整个这个日本的大使就拒绝收 他就说你不能够 而且他马上就要退回 所以那现在两个国家又因为这样心结在起 好像除了那你跟日本这个交恶 那你觉得跟美国也不可能太好吗 还有另外消息是 我们其实之前不是布林肯有发动说 我们要外交抵制这个所谓东奥 就没想到韩国就算是说 我们考虑派所谓的副总理要出席 还有我们的这个韩国的这个文化体育观光部长 要去出席东奥 他不抵制了 对啊所以国际都在外交抵制 你不外交抵制 所以你不是站在我们这一边 所以再再都会让美国觉得说 你是背过的还是怎样一个情形吗 所以这几天的时候 就有一个新的传言出来 那其实目前的韩国有买的这个F35A 他F35A他预计要买60架 那目前已经来到了32架 那32架的话 因为美国跟韩国处了这样不愉快的时候 就有一个韩国的这个军事博主 他就说 我们的F35A 一直在美国的这个监控之下 他的说法是说 因为我们这个F35要启动的时候 或是要这个电脑更新的时候 都需要密码 他需要密码的时候 要美国发过来密码才行 甚至他还说什么 一天要一次密码才能够启动 我买的军机 我还不能够 我想要启动就启动 我还要等你美国的密码才可以 那为什么这个样子呢 事实上因为那个F35 他是一个 你看这是他的座舱 座舱完全都电脑化 那电脑化的时候 他有时候一些更新的这个动作 是透过电脑的这个软体的更新 所以软体的更新来说的话 通常因为美国这种更新来说 是一次一次的性的更新 所以他是需要密码的 那他就说 美国不给我们密码 再来就是说 因为他这个F35 他可以连到美国的这个Link 16 还有美国的很多作战资料 所以他这个资料 有可能会外泄 所以他说美国对我们是有戒心 当然了 这个目前来说的话 美国是 美国这方面来说 说是传言 因为没有到这样的程度 不是大概更新的时候 或是几天才需要 一次的这个密码 绝对不是说 你要这个有密码才能够开启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消息传出来告诉你 美国对于我F35A 迈到你韩国去 我现在的确是有 保密防碟上面的考量 如果真的 这些资料让你外流 你要跟中国达成 这个战略伙伴关系 那我还得了 所以我觉得 无论如何 最近这个从F35A的消息 你可以看出来 美国跟韩国的确有 非常深的这个心结出现 也就是说其实美国早就有防备了 不然可必需要密码呢 对 没错 好 那我们讲嘛 事实上除了美国在防备之后 我们之前讲到 目前美日在进行一个联合军演 我们讲到嘛 事实上你看这张图 这张图就是非常夸张的一个图嘛 有五艘航空母舰跟准航母 在这个地方 然后E2的这个所谓预警机 F3 F48还有F35 都在这个地方 他这样大啦啦的就在你中国面前 军演 当然就是为了要给你一个震惑嘛 那你要我们要中国呢 昨天出动了三十三十九三十四架 三十九架 今天又来了十四架 他百年就是他也来这边 这边闹一闹你嘛 但是问题是 这个小打小闹 但是他们现在反而美国日本 还有这个中国 他们重要就是拉拢韩国 只要韩国倒到中国这边来说 中韩然后美日 或许可以平衡 但如果这韩国倒到这个美日来说 那是一个不平衡的状态 所以现在呢 韩国的态度就变成是东北亚一个 非常关键的一个局势 好 所以提回我们看到 就在今天 韩国现在说 我现在要跟中国发展 所对战略伙伴联盟 所以大家就看到 他这一连串不寻常的动作 他会不会变成 这个太平洋第一岛链的破口 有可能 因为为什么这么讲 当然没有错 这个拜登上台之后 文在野就试着想要去跟美国修好 所以他后来去到美国访问的时候 也提到了所谓的台海和平安全 但问题在于说 他现在最近的动作又开始好像倒回到中国这边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今年刚好就是 中国跟韩国建交30周年 那这时候习近平其实一直也很想出国 但是习近平其实最想去的是日本 他其实不是想要去韩国 那重点是 日本现在应该不太会让他去嘛 所以韩国怎么办 就变成他的破口 他有可能就第一个可能访问的国家 就是南韩 那文在野当然就在趁着他生日的时候 庆祝文在野生日嘛 然后现在呢 这个日本跟韩国的关系又非常不好 最怕的就是这个问题啦 因为美国底下的门友应该是要相互合作才对 但是上一次你知道还记得吗 川普到日本到韩国去访问的时候 到了韩国之后 结果桌上那个所谓的 这个虾子竟然是给他用主导独导的虾子啊 刻意的还跟这个媒体这样讲 所以日本那时候就切断跟韩国之间的什么情报交换了 你知道有很多这个 比如说北韩他发射飞弹的时候 日本他可能第一次先截获这个相关的这个情资的时候 他不见得要分享给南韩啊 那对南韩来讲的话 他也不愿意去跟日本的低头啊 所以两国之间的关系会一直非常不好 然后这一次又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 这个送礼盒的事情 更加惹恼了日本啊 再加上不要说什么大使馆前面有慰安妇等等之类的 更何况以前其实川普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曾经骂过文在野啊 他说韩国人不值得信任 韩国人特别是文在野值得非常讨厌他 所以这个在说明这些什么事情 就是说韩国在这个所谓的印太战略当中的一个 所谓的这个战队啦 现在看起来说一直在摇摆 那3月9号韩国要选举了嘛 他有一组候选人是亲中的 一组候选人是亲美的 但是你就亲美来讲的话 这个目前来讲支持率好像比较低了一点 那亲中的支持率比较高一点 所以现在美国也非常紧张啊 就说如果我今天如果用3月9号之后 换了一个亲中的总统上来之后 我这个韩国这边战略怎么怎么玩下去啊 所以现在就是说这个破口有可能会出现在韩国 再加上目前在高科技方面要锻炼 跟中国经济的锻炼 然后在目前来讲的话 有包含这个军事演习等等之类的 都没有看到韩国的影子啊 所以你可以可以想象的说 美国现在目前来讲对韩国来来多么不信任 所以美国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手段还没有使出来 包含驻韩美军 包含使用北韩牌 包含有很多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手腕 事实上美国这盯着看 如果说韩国接下来总统选出来是一个亲中总统的话 我相信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牌可以打 包含驻韩美军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会消减让南韩感到不安全 因为毕竟来讲的话 这个安全的费用你南韩要付啊 但是现在这个拜登上台之后 跟他谈的这个价码是比较低一点 未来会不会增加他的军费 然后如果你不增加军费不答应的话 我就撤出在驻韩的美军 让你自己面对北韩的威胁 那你自己去跟北京求劳吧 跟北京这个游说啊 看北京给金正恩施加压力啊 如果我们都没有办法这个达成的话 那这时候南韩自动又会靠回到美国这边来 你看到目前这个日本的这个岸田文雄 他跟美国建构了所谓的经济安保的这样一个平台之后 我认为这个平台会不断的拓展到其他的国家去 包含这些所谓的印太国家的这些国家 他一定会做这个所谓的经济安保平台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现在美国虽然喊出所谓的供应链 经济供应链要断中国的供应链 但是问题是他的底线到哪里 哪些东西可以触及哪些东西不能触及 其实美国从来没有明讲 美国就看做到哪里然后做到哪里 所以你看到每天来讲的话 都有一些什么公布对中国的一些什么军活工业的制裁 或者是说断哪一家通讯业 或者是说资讯业的一个制裁 但从来没有告诉你说 我今天最后的这个做点要做到哪里 所以日本他其实会害怕 所以日本他今天除了建构所谓的外交跟国防的 这个所谓二加二平台之外 他必须要建构一个外交跟经济安保的一个二加二平台 而经济安保本来就是岸田文雄在竞选的时候的一个承诺 那这个模式是会推广到韩国 因为现在如果韩国他的产业 大批的都一直停留在中国大陆 没有撤出的情况之下 可能中国就会透过韩国的厂商 去窃取美国的相关资讯 所以现在为什么大家比较担心说 未来来讲的话 美国可能会在这个经济安保的部分 会除了日本之外会拓展到韩国去 要求韩国站队能够在至少说 你总统管不住来讲的话 你至少底下的所有的产业能够还是归在美国这边 否则来讲的话 你无法跟美国来做生意 欢迎去看关系的时刻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最近在一个研讨会里面 他提出说 现在日本跟美国 我们那个同盟要干嘛 我们要是创造一个 让中国放弃武统台湾的状况 他说我要让中国放弃武统台湾 我要有那样的能力 我要有那样的意志 日本也要强化我的防卫力量 以日美同盟为核心 提高组合力 那这个各主力量 我要怎么样呈现呢 有没有提到他要大量的发展无人机 现在所以日本跟美国 就要发展一个无人机队 而这个无人机队 之前他们有一个中层辽机计划 就是他的次世代的战机旁边 都是无人机 透过这个无人机 我可以做飞弹的发射 我可以做侦察 甚至我可以进行电子攻击 如果日本真的发展了这种无人机队 这种中层辽机机队 真的对中国可以有威吓的力量吗 好 在这一段里面 知识媒体人王瑞德 也加入我们的讨论瑞德你好 大家好 好 今天安倍晋三中文讲 我们讲的 不战而屈人之兵 上兵伐谋 现在就是我对付你中国 你中国有武统台湾的野心 而日本 美国 甚至现在接下来的韩国 要创造一个什么环境 创造中国放弃武统台湾 没错 事实际上要阻止中国 因为为什么一旦你这个打台湾的压力非常大 打台湾的伤害力非常大的时候 中国可能就不会这样做 所以安倍的说法是这样 安倍虽然出席这个相关研讨会的时候 他就说台湾有事的话 日本绝对有事 而且习近平是主张要统一台湾的 所以他就说了 因为拜登之前有说要 美国会防卫台湾 所以他说日本要负相关的责任 他说日本要增加国防预算到2%以上 所以要创造一个 以美日为统统为核心的 提高贺阻力让中国不敢犯台 你以前连1%都没有 你现在变2%了 对 安倍为什么讲话非常具有分量 因为我们知道他目前是 自民党里面最大派法的主席 虽然说他不是任何的职位 但是他对政局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就他一讲之后 这个岸田文雄马上就跟着说 岸田文雄讲什么 对 我们就说好 我们现在美国跟日本要联合发展 所谓无人机 无人机来说的话 他当然剑指中国的意味非常多 因为他不只是无人机之外 他还可以担任发射飞弹 还有探支 还有电子攻击的无人机 另外一个 这个岸田文雄也推出一个 叫做古代方针 古代方针简单的来说 就是我准备未来 把我的武器输到12个国家之内 打开日本武器的捆容所 让日本成为一个武器的大国 所以以前日本你可能是什么 我先卖一些装备 我先卖一些卡车 卖一些轮行车辆 我现在现役的飞机 我现在现役的战舰 我也可以出口了 因为我们知道说 事实上目前日本在研发一个 次世代的概念的战斗机 叫F-X的次世代的飞机 他们现在准备要 在F-X的飞机里面 它是一个作战平台 作战平台里面来说 它有辽机 它的辽机就是类似这样子的 叫作战无人机 它要协助他们一起来做攻击 那这个攻击里面来说 这个无人机具有所谓侦查 还有反飞弹 还有对地对海攻击能力 然后可以跟F-X的搭配作战 一个中程辽机这样一个概念 以后可能一台F-X出去之后 旁边有非常多无人机 跟它一起协同作战 这就是日本 他们在这个F-X的飞机里面 其他的一个无人机 那这个无人机 目前就是要由美国跟日本 来共同开发 搭载在F-X的战斗机 中间那个位置 是它的下一代世代的F-X 旁边都是无人机 这些无人机我可以做侦查 我可以做攻击 甚至我也可以当自杀炸弹 而且我可以做这个 对地跟对海的攻击 所以事实上这是日本 在布局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了 建子中国的意味是相当明确 那么日本现在其实都在测试 那之前他们就用战斗机 你看这是战斗机 它旁边就有无人机的 这个载台在旁边 他们就曾经测试过非常多 也就是你看 这个飞机的旁边 就半飞了一台无人机 这是无人机 对无人机 无人机的辽机在那边做一个测试 那这是无人机辽机 准备要降落的视角 你可以看到 它在降落的这个状况 都非常非常清晰 所以告诉你说 日本其实他们已经想好了 因为未来我们就是 这个一格FX飞机出去之后 我有个作战平台 然后里面有非常多的无人辽机 一起出去协同作战 那日本的无人机很厉害吗 而且事实上日本的无人机 尤其是他们的这个 在雷达方面 电站方面 这的确是没有问题的 那如果美国一起来开发的话 它未来的技术 可以说是相当相当坚强的一个国家 而且我们知道 我们曾经介绍过 美国在美国本土之外 它最大的油库 代药库都在 都在日本 有的在加首纳基地 有的在普天尖基地 反正在这个地方 你随时要油弹 它都非常的充足 可能没有想到 日本说这不够 我还要再补充 还要再强化 你说事实上日本 现在已经说了 岸田文雄已经说 要把这个他们的国防预算 增加到这个GDP的2% 那2%里面来说 里面增加什么最多呢 他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你看这是东京新闻的话 弹药的储备要扩充嘛 所以他准备要怎样 你看这是原本的 他们预算里面的弹药储备 在2014到2018的时候 平均是1904亿日币 就像增加19% 来到2266亿 那这主要增加什么呢 所以要包括说像 我们的爱国者飞弹 还有这个包括说像这个鱼雷 鱼雷 相关的还有这个暗制的飞弹 他们不是在想说 我们要做一个所谓的 这个地对地的这个攻击的 这个相关的载台吗 这些全部都要增加 而且把这个弹药的库存都增加之后 因为有可能会作战 有作战的时候 我就要增加这些储备 万一真的派上用场的时候 我马上就可以用了 所以我要讲的 我不是把东西放在西南诸岛 西南诸岛上面 所有的飞弹油料 所有的一应俱全 对那除了这个 我要背头所有的原料之外 第一个我们知道 日本现在在开发相关的武器 包括说像F-3的这个战斗机 包括说像日本跟英国合作的 这个AAM的这个飞弹 甚至他们F-X的飞机 都花很多钱 那花很多钱的时候 我要降低成本 那怎么办呢 于是这个岸田文雄 就执行了一个叫做古泰方针 古泰方针简单的 什么叫古泰呢 就把骨骼弄得更加强壮 就叫古泰方针 就是硬骨头的意思 对那硬骨头之后 我要怎样我就准备把未来 因为那过去一段时间 日本的他们的武器 是没办法外卖的 他现在就直接把这个出 把这个出口给他放宽 放宽叫什么 他们叫防卫装备品 和技术移转的这个协定 你反正你只要跟我签了 这个协定了 我都可以移转 相关的武器给你 包括说像飞弹 飞机都可以给你 这就是目前跟他签的 这些国家 包括菲律宾 印尼 越南 泰国 马来西亚 澳洲 印度 甚至在欧洲的德国 意大利 法国 英国 还有美国 这些国家 我未来都会出口给你 那出口给你的时候 你也可以来 我们一起来 share相关的 这个研究经费 所以他能够放宽出口之后 盟友未来 也可以买我相关的武器 这样的话 等于是说 我们盟友都可以用 一样的配备 跟一样的装备 一起来协同作战 而且我们这一讲到 现在中国跟美国竞争 最激烈的 就是东协 东南亚的地区 而东南亚东协 这个地区 是谁帮美国敲门 日本敲门 日本本来敲门说 你是用你的经济力量 没有想到 你现在当这个防卫装备品 技术转移协定出来以后 你整个东南亚 你都可以卖武器 东南亚他们都 对日本的武器 是相当相当的有信心的 所以他未来 如果能卖到那个地方去的话 军舰可以卖 飞机可以卖的时候 甚至炮弹都可以卖的时候 那个竞争力 可能会增加非常多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知道 自然日本最近还有美国 真的非常担心台湾问题 所以紧接下来的话 在6月8号的时候 在美国韩国跟日本 他们这次要去行一个 副外交部长级的一个谈判 这里面包括说 美国国务卿的谢尔曼 这个日本外务省的 这个事务官申建良 包括日本南韩外交部的 第一次官赵贤东 他们要进行一个什么 他们要进行 当然重点在朝鲜的核子弹的问题 另外他们可能会讲到 台湾的问题 所以事实上他们这一次 日本韩国美国会谈台湾 谈到台湾问题 事实上他们之前 去年曾经有举行过一次 也是日本韩国跟这个美国 就当时因为有独岛问题 所以日本拒绝参加 所以那时候没有办成功 但是在这个目前 隐习越的政策 是亲美之下 他们三个国家 当然外交部长 可以外交部副部长 可以坐下来 好好的谈得非常清楚的 这个状况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那日本 我们让日本目前的交流协会来说话 有一个武官 但是那个武官 他其实是退休的武官 退役的武官 那退役的武官来说话 那未来 根据这个产经新闻的独家消息 他就说 未来日本可能考虑 派一个现任的文官来到台湾 现役的防卫部官员 现役的防卫部官员来台湾 那也就是说 有一个文官 还有一个武官 那两个都负责 那个文官可能负责一些 交换情报 情势的讨论 然后要跟这个台湾当局 或者跟日本当局 来做一些谈判 或者做一些交流的 一个重要的这个职位 好我们看到今天 我们的中华民国海军 竟然公布了一些照片 既然把我们的 拨不开 我们的布雷战力 我今天看来吓一跳 会不会鱼雷 水雷 大概就这么一点点吧 它一个水雷 你看到 就这个人 还有一个水雷 对 竟然这么大 对 没错 实际上我们 我们第一个时间里面来说话 中国的这个军力 一定会有非常多的 包括潜艇 或是各式各样的船舰 来到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展现什么 我们展现要辞职 你所谓的两栖登陆的 这个作战的计划之后 我们目前打造 四艘快速的这个布雷艇 那布雷艇的话 你看这里面 这个鱼雷当然是放在这边 那鱼雷放在这边来说的话 就等于说 你看 我们这整个装置 里面有这个鱼雷的 吊制的这个状况 准备把鱼雷 吊制到什么地方去 甚至我们还有 自动的这个布雷系统等等 还有未来美国 可能会给我们所谓 智慧 鱼雷 等等一些相关的产品 那这个当然 毫无疑问都在增强 我们的不对称的 这个作战能力 特别在面临到 中国的这个两栖登陆 作战的时候 有非常大的这个杀伤力 好 董事长 刚才讲到的 现在美国 我要包围中国 我当然要拉帮结派 而这个拉帮结派 有几个地方 它不是这么容易控制 一个是印度 一个是东南亚 所以日本就进去了 可以当时讲说 日本进去 对印度来讲 非常重要的是 印度现在都是 二字装备 在这次俄国战争 打得这么惨 他一定对俄国装置 没有信心 可以叫他买美国装备 他是不结盟国家的老大 他也不可 他也很难 这时候你就说 日本会进去 果然 安田文雄就说了 他现在有个古态计划 古态计划是 我要出口 现在争取出口 我的信义武器 能够到其他国家 而印度 就是日本的最重要市场 印度这个国家 非常特殊 他自己从 国策里面 他不是没有积极的发展 所谓的军火工业 但他是个GDP 很大的国家 对不对 可是他不愿意 不愿意 他一直用采购的政策 来取代生产政策 结果那是采购对象是谁 主要是俄罗斯 他本来是俄罗斯 三分之二都是俄罗斯的 当然他后来也有一些 法国 也有一些技术合作 开始有开始 开始生产制造 但是未来 他现在发现一个 很尴尬的情况 如果 因为俄罗斯不能买了 那如果他敌人是谁 他是中国 他如果说直接搞到 跟美国去买的话 他就得罪了俄罗斯 对不对 马上得罪了俄罗斯 然后这个状况之间 他又拿捏 那拿捏的情况之后 他印度已经公布了 他要跟所谓的中等国家 来技术合作 跟采购武器 他自己已经宣布了 这是这个几个礼拜前 所以你的意思说 他今天如果 我不要二字装备 我去买了美式装备 俄罗斯 饿死的骆驼比马大 他要全力去支持中国 你也麻烦了 对啊 是啊 所以他因为军事采购 所谓的军售这个事情 那不是单纯的采购问题 他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结盟的关系 因为一个合作开始 今次采购是长达二十年三十年的一个 系统式的一个整备问题 对不对 所以一旦我跟你采购开始 表示我的二三十年内 都跟你发生关系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他一个国家的重大国策 所以我一看这个日本现在开始这样搞的情况之下 就会变成非常好的一个跟印度合作的国家 尤其他们跨着都在一起 所以我相信这一次跨着在谈的时候 应该日本的首相跟这个印度总理 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否则不会在那么快的时间 同样时间两个国家都公布了这个事情 就是印度有公布 说我要跟中等规模国家采购 那我想这日本嘛 因为日本是最理想的嘛 这早就谈好了 日本是非常少见的国家 他有曾经征服过亚洲的经验 他有实战的记录 他所有的一些资料 跟他作战的准备是完整的 他大东亚共同圈不是跟你搞假 搞真的 所以这个国家一单 你看现在开始今天提到 非常可怕的东西了 他无人机队 现在很简单 日本跟美国发展无人机队很可怕吗 太可怕了 因为未来的在战场上决定的 这个基本的条件 都不是干你的火炮 现在这一次的俄乌战场 已经确定一件事情 叫做坦克车装甲车无效论 对 对不对 你看看装甲车 那么大的个车 结果行动不方便 火力很大 没错 根本发挥不了 对 一下被开罐头被打光光 所以你看看俄乌现在 美国还在拖 拖的问题在什么 他就是要把俄罗斯的军力 在有生战力 在乌东消化掉 继续消耗 所以他一下打一下退一下劲 这是故意的 然后故意海马斯那么晚照 就是要故意让你俄罗斯的继续填补 你的后面的装备进来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把你的装备打掉 是最有价值的东西 所以这个未来是什么装备决定 整个战场输云 当然是通信电子 然后无人机 AI这整个系统化的东西 那这个系统化的东西 全世界最强的是谁 当然是美国 可是你知道美国的强的背后有谁 日本 日本的唯电子是世界一流的 日本电子 你看电子战 这为什么俄罗斯很多东西 他没有办法发表火力 因为他电站上都被封锁掉了 他被电站整个干扰 干扰掉了 那你 我现在请问你 我们前去年的时候 这个东风21 去年不是有一次 这个中共的解放军的飞在演习吗 发射四枚 发射四枚只有两枚出现 两枚到目标 另外两枚不见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干扰的结果 就现在已经证明美军有干扰中共解放军的发射飞弹能力 已经被确定了 现在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他日本要把这个捆托所解开 日本在做科学发展的时候 尤其实用科学是世界一流的国家 所以我认为我现在做大胆的大胆的这个判断 我认为日本一定是将来跟印度做很多技术上的整合 把军事技术输送透过日本 然后输送到印度 让印度变成一个强国 印度变强的情况之下 印度太可怕了 印度现在的生产 就是发生消费性电子生产能力 已经逐渐的把中国的订单都消化大部分了 他为了他的战力如果再提升的话 他陆战他是跟 他跟中共之间的矛盾是短期间不可能化解的 因为巴西斯坦的问题 而且他的边界纠纷也没有办法妥协 他跟巴西斯坦的那个长远的千年仇恨 那个结构上的冲突 这必须 他必须要跟中国冲突 他不可能好的一个情况 那海上的话更不用谈 印度洋那个整个是 印度洋是他的国家 非常有利的一个关键位置 所以在这几个条件情况之下 印度一定会变成一个新兴的 这个军事上的强国 那这个强国如果跟日本合作 他们现在已经有这个基础了 印度最好牵制中国的一个旗了 当然印度一定是 印度一定是能够分担到大部分责任 然后另外一个 今天你提到GDP的2% 你知道吗 全世界第三大GDP国家是哪个国家 这是日本 第一大是美国 第二大是中共 第三大是日本 日本就GDP五兆多美元 他这一年都搞一千亿美金 他一年搞一千亿美金 美国给你搞八千亿美金 那请问你北京怎么办 跟进 跟进 就把你钱烧光光 就把你拖垮 还是这个拖垮的概念 所以说 今天美国对俄罗斯 对中国都是拖 但拖的方式不一样 对 拖就是把你花钱 最重要是把你的国家的生产力 国家的重大的资源给你消耗掉 让你没有办法 所以安倍讲的很对 他说要创造出让中国放弃武统的情况 那怎么办 让你穷 让你科技落后 这这么简单两个事情 你的科技输给我 我一打仗我一定赢你 我赢你一个世代 然后你没有钱怎么搞 他现在中国现在的科技来源 已经逐渐被全世界封锁 所以在这个上面来讲的话 落差那么大的情况之下 然后钱又再花光的话 他怎么就没有兴起战争的能力 在二十一世纪兴起战争的能力是靠什么 一个是靠钞票 一个是靠科技 对不对 那以前在二十世纪是靠什么 靠煤 靠钢铁 所以欧洲搞煤钢共同体 现在这个实在是靠科技 所以这个日本的科技力量 进入世界的这个军事体系的情况之下 会做非常大的结构性的改变 台湾也可能因而受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